这里是Shir和他的静止拉扯 然后我今天请到了 我的一位网友 我叫小孙 来跟我一起录这个节目 小孙的话呢 跟我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 刚刚过完泼水节回来 我呢是从梦连 然后你是从 我是从梗马和梦定 两个地方 我们今天主要想聊 这个泼水节 就一方面是我觉得 太快乐了 想跟他分享 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 我觉得好像现在 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 尤其是在板纳锦红那边 有些人玩的比较那个 对对对 然后就导致很多人 对泼水节一方面 有一些偏见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可能在网上传播的 都是一些大家疯狂泼水的 没有什么在文化的 那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要 把我们两个的精力 给拼凑起来 让大家拼凑一个 比较完整的泼水节的 一个经验 那我觉得要不你 小孙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去到那个梗马 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的 我去到梗马 其实还是因为 扯老师的一条微博 他有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说问大家 梦莲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在那条微博下评论 我说昆明有什么 可以过泼水节的地方吗 然后那个扯老师 回头我就是说 那个民族村可能会有 我其实是 就是想凑个热闹 就因为我对泼水节的了解 一开始也是就是 只有泼水这个动作 其他的文化系俗 我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然后他那条微博 下面还有一个人评论说 梗马梦莲地区也有 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 梗马网上的消息 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就有一点开心了 就是对这个地方 有点向往 为什么 因为他人少的话 游客少的话 就说明商业化程度不太高 然后商业化程度不太高的话 就意味着人不会太多 那人就会相对安全一点 因为我很担心发生那种 像版纳地区那种可能 人太多会有安全隐患问题 然后我就选择了梗马 然后选择梗马之后 就发现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怎么过去 就不知道怎么过去 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 发帖问大家 有个网友说 你可以从昆明坐飞机到苍原 然后再从苍原 转机场大巴到 梗马客运站 然后再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了 当地是有出租车的 然后我就是选择 这么一条路线过去的 对 我记得有一个旅行文学的一个作家 很有名 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就是在 就是好像以前大家说 旅行都是我直接就到那个目的地 对 但是how to get there 你怎么样去那里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说是你没有自驾 就不是很方便的去那个地方 就你一路上 你要周转什么大巴问人 对 然后就是其实也是一种 很独特的经历 是的 没错 这次旅行我感受到最大就是 要大胆的去问 大胆的张嘴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因为这一个大胆去问我 就是得到了很多去体验当地文化的机会 对 然后我当时就发过一条 我说在这种云南越是地周上 越是小地方 你只要做一个射牛 然后你就会过得非常非常快乐 没错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在去到耿马的一个下属的镇 就是孟定镇的时候 我发现到了那里 全镇应该就只有一辆出租车 它一辆出租车的作用 应该就是更大的是宣传作用 就是意思是我们镇有出租车哦 你打到打不到就是另说了 就其实就是打不到的 因为它的交通 当地的交通基本上就是分成两种 三种 一种是它那种公交车 它那个公交车 大家应该见到过是什么样子呢 是那种景区的景交车 大概加起来应该十个座位差不多 对 然后它会在每个寨子那种停 然后你招手它就会停两块钱一次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在那种 农贸市场旁边 它有那种在那边等着的司机 它会问你去哪里去哪里 坐不坐车 还有一种就是摩托车 就它可以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对 我在那个西蒙和那个孟莲的感觉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知道有孟莲这么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很多做咖啡的朋友 他们孟莲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区 他们会去收啊什么的 但具体那个地方 什么样在哪里 怎么到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就 就是那种完全出身牛肚不怕糊涂 我就答应了 我说好 但是当我答应了之后 我才发现天哪 我怎么去啊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出租车的问题 我觉得在西蒙也很严重 就是西蒙市可能是 就是它只有三十几公里就到缅甸了 然后在他镇上是你根本不要指望 你能打到什么出租车 你打到出租车的唯一的方式 是你问酒店的前台 要一个系列的出租车司机的电话 或者是他会把你拉到那个群里面 他会 我那个住 在孟定住的那个酒店的话 他是 我问他 我说 我想去那个东景佛寺盲团 这些地方 我要怎么去 他说 我可以把你拉到我们当地的轿车群里 我说 嗯 好吧 我觉得拉进群里还挺好的 我跟你讲 我在西蒙的那个 他们就是 给了我一个电话 大概那张单子上有十几个电话 我每天要出门去 我就顺着打电话过去摇人 就是 反正就是可能你打十个吧 能有一个接 就是 我现在手机上 就是我西蒙的出租车师傅的电话 可能存了二十几个 然后 我到了孟莲之后 我发现孟莲可能比西蒙稍微好一点 然后而且孟莲的那个 酒店前台 就给了我一个出租车的电话 然后我就像传销人传人一样 先打他 第一个师傅不接 我说 阿念你知道谁接吗 但是我帮你问问 他又给了我一个号码 然后第二个转第三个 第三个转第四个 嗯 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 一定要张嘴去问 是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在大城市 已经养成了一些生活习惯 然后包括可能是消费习惯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这些经验 其实在这种地方 它多多少少就不太适用了 对不太奏效 然后我当时就是 那我说我要去洞景佛寺盲团 这些地方我怎么去啊 然后我找了一个那个娘娘 我问他 他说你这样吧 你把电话留给我 我让我哥明天带你去 我后面又跟他说 我说娘娘 我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如果我自己过去 我可能会有点害怕 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女司机 他说我找不到女司机 但是我可以让我嫂嫂陪你一起去 就是所以说最后是 他的哥哥 他的嫂嫂带着我一起去了 洞景佛寺盲团 还有南庭花园 这三个地方 就是等于你120块钱 搞定了人家全家 对 这个还没有结束 后面我能去到梦定的 下面的寨子里过泼水节 就是因为这个娘娘的嫂嫂 这个娘娘的嫂嫂 就是那个 她叫高阿姨 高阿姨是当地舞蹈团的 就是自由飞翔舞蹈队 对 他们一到泼水节 或者是赶摆这种 有当地比较盛大的节日 他们会到每个寨子里去跳舞的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强大的人脉 并且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有活动 哪个寨子里有活动 因为他们是会收到邀请的 然后那天我们游完三个地方之后 我们去了当地的一家那种寨子里 也是吃饭 吃完饭 他们就跟我说 你下午有安排吗 我说我没有 他说你下午要么就跟我们去跳舞吧 我说 我求之不得呀 就是因为我很想看一下 他们这个跳舞是什么意思 他跟我们这种传统的 就是在广场 我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了 所以就当时就去到了一个 叫做景信村的寨子 他们当地是12号就已经开始举行 泼水节的活动了 然后到13号的话 他们会去到一个叫四农场的地方 再去举行一些比较盛大的 然后所以我其实在12号就已经 小小的过了一下泼水节 就也就是在那里看到了 呃 一个是因为他的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固定 可能这个乡是12号 那个乡是13号 对对对 对他们其实是故意会要错开的 对 而且他其实这些地方他都很小 他不是说像什么景红 这种已经是很大的城市了 没错没错 就大家就是他们不会说是专门为了游客 去做一个安排 所以你要去找到这种信息 其实是很难的 就纯粹靠撞 对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梦定的话 如果遇到那些舞蹈团的阿姨们 抓住机会大胆问 并且他们都非常热情 就是刚认识第一天 我们就会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交朋友 我个人的话 我其实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去建立一个信任的 他们可以立马信任 我这个外来的陌生人 就这一份信任让我觉得 我很感动 然后就有一点我何德何能 是的 他们经常就是会热情到 让你无所事从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这样子的那个 然后就是像我刚刚讲 就是你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参与了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 因为可能他们的整个的活动 会有那种 就是说是 以前 现在们还会有个领导讲话 来宣布仪式开始 以前是没有的 可能以前的话 大家就是定好一个日子 他们是其实也是遇佛节 他们就会从自己的那个佛寺里面 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佛像给抬出来 我不知道你没有遇到 你有没有看到在 我那个预佛我是在耿马总佛寺看的 他那个我没有看到他 因为我那天早上去的时候 我看他 预佛台已经摆好那个大大小小的佛像了 就最漂亮的那个佛像 就是他要抬出去游行一圈的去取圣水 我只看到了把他搬上去的一个过程 对 对 然后就是其实一般 搬来说我觉得好像仪式 应该是就是要抬出来 然后路边的人就是夹到欢迎 对 然后往上面洒水 对 然后那个过程其实就会有点像那种 可能大家想象中会有点像那种 巴西的那种狂欢节的游行的队伍 就是会有一个佛出来 佛前面会有一堆人在那里敲锣打鼓 唱歌跳舞 然后有人扛着佛出来 然后佛后面又有一堆人 就是在那里敲锣打鼓唱歌跳舞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佛后面还会再有一尊佛 连着出来 就是可能会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后面寺院里面的话 应该还会有就是说是一些祈福啊 送经 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去找那些就是 应该是叫和尚吗 我不知道小成佛教 然后就是他们会给你寄红绳 然后寄完红绳的话 你可能就随喜功德 捐一捐这样子 对的对的 你刚刚说到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些 就是和尚他可能不是就是像那些长老一样 这么恪守 我这次在跟对蒙马 我在蒙马发现 我在蒙马大街上走着 没有就他就只有一条主干的 我被两个和尚从背后打冷枪 就是有人从背后撕了我一倍的水 然后我往后看 我说谁啊 你看然后两个和尚 那也不能太生气是不是 对拿着水枪骑着电单车 从我背后洋洋得意的过去了 然后那个孟莲那边是没有僵的 然后所以他可能就不像瑞丽或者是景洪 因为瑞丽和景洪都有两条很大的僵嘛 他们就会有塞龙舟 但是我们这边就没有 如果关注到你们有做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他们还会就是有去做纸 但是这个我发现在孟莲这边是完全没有的 做纸的话 它其实和泼水节的关系其实不太大的 不过做纸这个是在孟定镇盲团自然村 它是一个非仪的一个做纸的程序 它好像是有五道程序 十一个工序这个样子 它保持着一套非常完整的做纸的工序壳 在天宫开悟和奇迷药物里面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这次发现来到孟定发现 孟定有非常多的上海知青过来过 然后他们也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就还有四川湖南也有一部分 对 当年其实有很多一批上海的知青是到了云南这边 而且他们都是去了什么板纳啊 然后就是要就是耿马林仓这边 就是非常靠近边境很热的带族寨在这边 然后以前有过一部电视剧90年代上非常火叫做涅寨 当年是现象级的那个剧肉 我还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在美国念书 但是他的家是孟定的 然后他叔叔阿姨们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 也是当时是在也是知青下来 然后他们孟定有一个农场 很多人就是割交工人 对 然后他们一下子就留在这边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融会的地方 他不是像我们想的单纯的只有歹族汉族 云南部分的汉族歹族 他也有其实有全国其他地方的人贵了 是的 就是除了这一部分就是 就是像你讲的这种就是当过知青的 我特别能理解他们 就是他们在这里 就是你想他在这里耗尽了他青春最好的几年 对的 他们对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感情 对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你这次就是我我我 我们两个可以捋一下就是他们这个泼水节的这个的 就是在泼水之前的他们的一些仪式啊 就是可能会先有预斧 其实我在耿马参与的比较完整的 我一套流程是十三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这三天 十四号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堆沙采花 然后游行 这个词可以说吗 可以吗 但是他游街也不太对 游行对就是 就这样吧 就游行 然后十五号的话会有取胜水滴水遇佛 然后十六号的话就是早上有花车游行 然后中午就开坡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耿马 他其实在大力发展他的旅游 他所以在这个传统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还有这种民宿的宣传上 他其实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我在耿马有遇到一位网友 然后我们一起出来吃饭 他表姐是在耿马政府部门工作的 他跟我讲了就是耿马近几年的这种 在宣传上下了很大的力度 对就是想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你说到就是耿马的宣传这个我有话要说 就你现在网上搜 就是耿马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县级融媒体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 耿马这个你肯定你也看过 我觉得他做的就很现代化 有点那种就是像快闪的那种感觉 他那个MV好像我听说那个整个MV录制 其实只花了五千块左右 对对我在网上查到也是这样 说他们的人就是田间地头拉来的 对就你如果真的去仔细的去看一下 他那个MV的话 而且他们就好几年前就开始做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叫做爱丰男的老师 我不太记得他具体的名字了 就是他是当地的那种文化馆长 他负责这一方面的 他那只就是最出圈的这个耿马里面 他其实里面有耿马的非常多的文化元素 融入进去包括 嘎阳舞啊 白象舞啊 马路舞这些 他都他都有 对 跟这个行程也是对应的 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这次在普尔这边 就是他萌马的一个宣传片 叫萌马印象吧 如果是在小视频上 回头可以给你看 好 那个给我的印象巨深刻 就我就觉得从这种宣传片里面 我怎么就三号会觉得好有希望啊 对就是我这次整个游玩下来 我也是会觉得 就是好有生命力 就是我会被感染到的那种生命力 不是感叹一下就过去了 就是我从他们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只有做体家 或者是汉族才会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对 汉族 我只能说就是上天给他们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会给我们打掉一点东西 比如说这种跳舞的天赋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就昨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 一个小朋友 他大概五六岁穿着校服 然后那个在泼水广场那里 空无一人 就太阳 那个时候大概六七点吧 太阳还在高挂 然后他那个 正好那个太阳打到他的侧影 然后我就看好有意思 因为那么大的广场只有他一个小孩子 然后我就跟着他走 有点好 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 但是我是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就跟着他走 我就发现他突然在上台阶的时候 他开始跳舞 跳那个嘎阳舞 就跳完就继续闷头又赶路了 就好像就是挺 挺典型的这么一个 歹足的一种精神状态啊 就是没事我就跳舞 走路走着 想跳舞了我就跳舞 对 是 就是他们真的这种东西 是刻在基因里面的 对 而我在云南就是你看 如果你往电信那边走 可能就是有藏族 如果藏族的话 在那个 哪啊 我想一下 在哪来着 香格里拉 迪庆那边 对迪庆那边 他们晚上的那个广场舞就是大家围成一圈跳那个国庄 嗯 然后你就那个国庄的动作也是非常的大开大合 因为感觉那个动作 强劲有力 对 他不是刻意编排出来的 对 就是他天然这种生活当中会有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对我之前在那个迪庆我跟他们去跳国庄 然后我就讲过 我说56个少数民族55个都能够善舞 只有汉族 汉族的特长是上班 另外一个是谁我不说 就是汉族已经把上班内化为一种舞蹈艺术 一种艺术了 就是发明出很多那种词来说 然后少数民族就是上什么班 先跳舞再说 对的对的 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过节我要喝酒 喝酒我要唱歌 唱歌我要跳舞 跳舞 我好像酒有点醒了 我继续喝酒 然后喝完酒我就打会排 然后说到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去他们吃他们那种像长街宴 那个歹宴 对有吃 我在景信吃的是这种百家宴 他们那边好像叫百家宴 然后在那个盲坑的那个寨子里吃的就是宅 就他当地他可能会宴请一些他的朋友都过来 大家过来一起吃的 所以他相当于吃到了两种 对 对 然后这边我不知道你们有 你在吃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喝酒的一种习惯 就是我们这边有种说法 就是当少数民族跟你喝着喝着酒唱起歌来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你今天没有办法竖着走出这个门了 对的 他们一群歹族的姐姐在敬酒 就是每一桌都敬过来 然后一边敬酒会旁边还有人唱歌 就唱的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 你爹爹 对 就是对 少数民族 不管是瓦族也好 青坡族也好 还歹族也好 当他们跟你吃吃吃吃饭唱起歌来的时候 我们就招了招了 你今天 就是他唱起歌来 就是他要真的跟你喝了 我这次我跟你讲 我也是 我就是去孟莲去了三天嘛 三天里面我有两天的饭钱 就是我两天就是饭钱我一分钱没花 我自己都觉得离谱 是的 我也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想 你想吃免费的东西 这几天你永远可以吃到 就你中午早上晚上都有 但是 你说起 喝酒这个事情我发现 他们喝的酒全是大理啤酒 因为大理啤酒在我们这边就是 如果你要喝这种瓶装的这种酒的话 它是就流通很广的一个东西 但如果你不喝大理啤酒的话 可能就是默认要喝这边的 就说是自酿的米酒什么的 我这一次是跟我的一个朋友去了 他的拉护族的朋友家吃饭 然后就是 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拉护族的朋友 我说那个拉护族的朋友的朋友 是这样子带去的 然后我那天以为 就是说可能就只有我们那个群里的十几个人 结果我到了那里之后发现 怎么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搞出最后可能那天晚上搞出四五十个人来 那个是他们家的 就是那个拉护族女孩他们家搬新家 就是硬装什么的刚刚装完 然后就是甚至软装都没有经常 大家就去给他暖房了 都不认识我们 但是就招待的非常多道 就热情到就是也是像你讲的 让你觉得无所适从的那种程度 然后你就会开始反思自己 天哪就是 我做了什么呀 我可以来人家蹭吃蹭吃 是的 我在那个盲坑那个寨子里 就是我那个去 我不是认识那个舞蹈队的阿姨吗 舞蹈队的阿姨 我到了她家之后 她说你今天晚上别跟我去 你跟我儿子儿媳妇去 他们那个是年轻的寨子 我这个是六七十岁的局 就可能玩不太开 然后她当时就把我交付给了她儿子 跟她儿媳妇 我们见面只有两个小时 他们有自作那个歹足的裙子 她让我想穿一套 我说不了 我说我泼水的时候我跑不开 然后就给我找了一身那种像 她女儿的校服一样的 然后我们带过去 到了那边那家吃吃饭开始 主人就开始过来泼水了 她那个泼水就像那种小瓢 在你后面拍一下 然后放点水进去 会说他们那个吉祥话 如历经旺吗 她好像是她们诞语的那个就是 吉祥如意啊 这种比较好的话 然后对我们这种可能刚刚就是 朋友的朋友带过来 她没有那么狠 但比如说他们是很跟家 就是跟那个主人家很熟的 直接抱到同里去 不光是我们 我们先说一下 先想一下 就如果说抱到同里去 我们会默认为是 哎 男的把几个 把一个女孩子 女生抱到同里去 我们有反击 我们当时 我当时是和那个 嫂子我们一起 把那个主人家 抱到了那个同里 就是我们大概六七个女生 因为男生 那个气质太大了 真的是力量上 确实有悬殊 然后我们就把她也抱到同里去 就是这么有来有回的 特别好 对 我去那个拉户族朋友家 吃饭的那天晚上 倒是没有泼 但是我们那天晚上喝酒 我是学到了他们拉户族 喝酒的一种方式 叫做阿酒 阿酒 就是他们如果有人 端着这个酒过来 跟你阿一下 不跟你阿了 然后我喝了 然后的话 你就要拿着这个杯酒 你就要去阿第三个 然后你喝了 就像传校一样 人传人 一直阿下去 他们真的很热情 就是当时真的 我也能看出来 有几个不是本地人 应该是像我一样 被朋友的朋友带过去的 然后他们会准备一份小礼物给我 他当时给我拿了两个 两袋口帮 然后那个大象耳朵 他就对那个大哥说 这给你妹拿着 给你妹 就是妹 妹就是我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白吃白喝 还白拿 我跟你说 在云南这边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分钱没花 是的 然后包括像这次 去这个拉护族的朋友家 也是 就是那种瓦族的水酒管购 然后就其他的那些 手抓饭烤鱼 那种他们砍了四五只鸡 炖的硕大的一锅鸡粥管购 然后晚上就是喝酒 然后唱歌跳舞什么的 就是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好客 我就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昆明人会被 在鄙视链底足 就是城市里面的人 就是有点 拿我们本地方言的话来说 就有点 有点无俗 无俗的意思 就是有点 斤斤计较啊 有点那种 拉不上台面 跟他们相比 真的就是太小家子气了 这一点我 倒是没有特别深体验 因为我觉得 地州人 对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还是很自豪的 就是 他没有觉得说 你昆明 可能相对 会比我们富裕一点 更发达一些 我就会觉得你们 哦 很高高在上 他们 我反而感受到的 就是地州上的人 确实 会觉得昆明人 嗯 怎么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 会比较 素质低一点 对 他们给我的感觉 都是那种 有点 有点瞧不太上 当然昆明人 可能对地州上的人 也会是这样的感受 不过这种 我觉得 一个就是正常的昆明人 不会因为地州上的人 讨厌昆明人 他就会讨厌地州的人 因为他讨厌地只是 昆明的没素质那一拨人 对 然后我跟你讲一个段子 就是这次我要去泼水之前 我朋友就跟我说 你小心这点 他们三年没泼了 这种是寨子和寨子之间的荣誉之战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 那他可以到时候就跟人家说 我不是你们寨子的 我是昆明的 你不要来泼我 然后我朋友说 我这话可说不得 人家本来是两个寨子 互相这样的战斗 你说了这话 人家全都转过来 就是昆明人促进地州人民之间的 地州人民和寨子之间的大团结 他们有没有提到一些什么 泼水节的传说啊 或者是什么的 泼水节的传说有 就是在耿马政府工作部门工作的 那个朋友他有跟我说 就是我我我好像听完 好像就是总结为一下 当下比较符合当下这种价值观 就是girls hop girls 就是好像他跟我说的这个版本 就是当时有一个魔王抢了七个姑娘 然后这个七个姑娘就想 就这个魔王唯非作歹嘛 就残害百姓 这七个姑娘实在就是看不下去了 然后有一天 这七个姑娘就联合起来 打扮着花枝招展 然后跟这个魔王喝酒 把他伺候得很开心 就把他灌醉了 我估计这个魔王是个汉族人 如果是个歹子 或其他少数名字的话 喝一夜应该是喝不醉 你这个多少有点歧视了 然后把魔王弄醉以后 他们就把魔王的那个手脊砍下来了 然后这个魔王因为他太坏了 所以他的头变成一颗火球 他锁到之处就四处有火 然后这七个姑娘就轮流 把这个人的头抱起来 就泼水 我听到的版本就是这样 就是七个姑娘打一个魔王的故事 这个其实跟我小时候看到的故事 是一个版本的 对那看来就大家还挺统一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一次泼水节 我本来就是就像你说的 网上宣传那些最多的还是泼水那一天 然后像比如说采堆沙采花 玉佛这些我是都不知道的 然后这一次了解到 我需要去花很大力气 才能了解到背后的这些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如果能有这种介绍 歹族习俗文化的一本书籍就好了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因为 有很多东西仪式我看了之后 我只能跟别人描述出 哦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它背后的含义寓意是什么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一点对外面的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门槛 对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刻意的 说我要让外面知道 对 就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但其实我发现在他们本民族 建议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说他是歹族 他身份证上也是歹族 他也穿歹装 但是他们很多人可能他也不会说待遇 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 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 就是说是链接 对 就像我之前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我觉得少数民族 就是特别幸福地点 就是他们跟自己的土地 跟自己的家乡是有链接的 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广西 还是哪的朋友 就是说但是这种链接 也是需要自己去努力 你去互动才会有的 对 因为他好像是个壮族 还是什么的 他就说因为你不去互动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的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需要去不断的去努力 因为像我这次在那个篮仓 然后篮仓那边拉户族也很多 然后我买衣服什么的 遇到一些拉户族的娘娘 我跟他们聊天 那些娘娘自己也说嘛 他说哎呀我们就是 他说我拉户族的话也不会说了 然后就是就就就 他们也不太了解 我问他们衣服上的这些 图样啊文样代表什么意见 他们也不太了解 确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难找到 我跟你有一点同样的感受 就是你刚才说 其实也不是就是可能逮族 他就像你说的身份证上是逮族 但可能不会说逮族 我就真的遇到了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在耿马住的那个酒店老板的妹妹 他是姐妹两个 然后他姐姐是老板 然后他帮衬他姐姐 他我我那天是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就是他全部客买 然后他只有他们两个人来 做这个酒店的接待啊 然后我觉得特别辛苦 然后人家歹子的新年 我就给他们买了一点东西 吃的东西 然后我就给他们了 我就想问他一句 待遇的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怎么说 他说我不会说 他大概应该是有45到50岁 这么一个模样 然后我说 姐姐你阿姨你不是逮族吗 他说我是啊 但是我不会讲 我就很诧异啊 因为我就是刻板印象了 你就是如果是逮族的话 你都会逮语的 然后他说不是 我说你为什么不会讲呀 他说我不喜欢 然后我就有震惊到你知道吗 就是一句我不喜欢 他就是可以去 不去学习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你就是会讲待遇 懂这些习俗 然后穿戴裙这些 他说我就不喜欢 然后我就好酷 就是我不喜欢 我就是可以不用去学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到这些 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 这种图腾上的东西 因为他很多东西 其实是没有文字传承下来 所以他学习的难度会大了很多 那么就需要后面的人 很努力的去接近他 才可以 那像对我们这些汉族人来说 那就更难去接近了 因为我们首先就有了一个 民族的门槛 就他说实话 我在当地跟他们说话 我有时候是需要人家 重复两到三遍的 因为我听不太懂 但他们都很好的 就是会重复 然后努力的去讲普通话 对 就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 很多方面的原因 造成了这个 他这种文化传承的一个困难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网络太发达了 我刚刚想到一点 就是比方说我们想要去 知道人家衣服上 这些就非常所有的 这些小细节代表什么 其实多多少少 是因为我们带着一种 观察他者的这种视角去看的 只原生在此山中 对是因为他们 不是路线真面目 对对对 是因为他们已经身在其中了 你刚刚讲到的那两个 我还有两个 就一点 我有两个就比较小的故事想分享 有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家就是我的曾外祖父 就是 somehow就是限制上记载 他是遗族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又娶了我的曾外祖母 我的曾外祖母是汉族 然后呢 我外婆她在就是当时 就是参加工作 她填写档案的时候呢 她就把自己写成了汉族 然后一方面是因为 她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爸爸是遗族 因为其实云南这边的 少数民族的话 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和谐的 二三十年前吧 那个时候我妈妈 她们做项目 有一个西班牙人过来 跟他们合作 那个西班牙人项目 没有好好做 但是她的就 对她的side project 就是她对云南 这些少数民族非常感兴趣 就早在三十年前 她就说 她说云南是一个 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 就是这里的 二十几个少数民族 大家非常的和睦共处 而且彼此之间 几乎是没有任何战争的 然后而且彼此之间 还可以通婚 同化 然后他们也就 觉得这个毫无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像 刚刚我讲的 就像我增外祖父那种 就限制上记载 她是遗族 但是后面她 可能自己也不会讲遗话 然后她就是 完全是一个汉人的样子 包括像那个白族 白族的话 有一本讲白族的书 叫做 是一个人类学家 写的叫雪狼光 他后来去了那个台湾 他那本书叫做 祖阴夏 他当时就是到了喜州 以喜州的白族为范本 来研究他们的这些 村落啊文化啊这些 我当时的白族 根本不觉得自己叫白族 他们在那个 对他们在祖阴夏里面 管自己叫名家 人就是人民的名 而且就是 他们对自己的 整个的认知 会更偏向于汉族 他们也更认同于 就是那个儒家文化 科考 公民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 就是可能 因为大姐 相对来说 我现在跟人聊过 就是可能 像云南这边 这些少数民族 他们每一个相对来说 都比较小 他可能没有像什么 汉族啊 维吾尔族 这些形成自己一个 非常独特的 强有力的这种的文化 是的 而他们彼此之间 他们可能好像 并没有觉得说 是你和我 我和他之间的一个不同 对对对 因为我在寨子里就看到 他们 我以为泼水节 就是逮族过 只有逮族过 不是的 就是紧泼族的人 就是寨子里 因为他会生活着 不同民族人嘛 然后如果是紧泼族的话 他们就会穿上 他们木脑纵搁结 穿的那种 就是人家会穿上 新年的那种滑服 然后配刀 男子配刀 然后女生的话 还有那个什么 特别好漂亮 那个同胞 对他们都会穿 最漂亮的衣服 过来一起庆祝 所以他们这个融合 做的是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 也不是故意去想去 或者是有政策上的扶持 或者怎么样 不是他们就是 一起共同生活 经历久了 他没有区分 你是什么族 我是什么族 就是只是我们在一起 共同生活的 一群人而已 对 就像我在梦连 梦连的话 它是那个 在大金塔旁边的广场上 就整个泼水节期间 它晚上会有一点像 文艺会演的那种 然后就是每个族的 都会去演 而且就是很多人 都会去看 就那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很尴尬的 政府的单向输出的表演 就很多人去看 我那天晚上 跟另外一个网友 去看的时候 我的后面就做了 四个爱你族的老太太 盛装出席 我待会儿给你看那个照片 就是他们那身上 我都不说衣服 我单说银饰 他们的银饰加起来 每个人身上至少五公斤 还打了绑腿 然后头 然后夸着包包 天哪 特别重 然后包括哈尼族的也有 然后还有像我那天去蒙马 蒙马的话 他们那天的仪式是 因为各个乡之间的 这种赶摆和庆祝活动 会错开嘛 蒙马那天是15号吧 15号那天的话 他们就是早上去 就是你去的早的话 他们沿途会有 那个那些 歹足的 就是当地的人 他们站在路两边 夹到换银 然后抬这个小银盆 往你身上洒水 我进去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县领导讲话 讲完话之后 就开始表演 表演的话 是由那个 他们蒙马的那个 山神舞先开场 因为山神舞 就是我们刚刚 我刚给你看的 那个视频里面的 那个锦纳 他们跳的那种 因为那个山神舞的话 是蒙马发源的 现在所有其他 寨子要学的人 都要去蒙马学 然后也是一个飞翼 然后先跳那个 跳完之后 其他各个寨子 就是每个寨子 都自己的代表队 要上去 然后我到的时候 稍微有点晚 但是我赶上了瓦族的 瓦族的也去跳啊 就是每个民族 他都参与进来 他不是只有 歹族的新年 大家也不会觉得说 这是别人的新年 这不是我的新年 大家都在过年 对的 在你说的这个 我在梦定的 那个情人湖旁边 也有看到 情人湖旁边 他有一个那种 也是文艺慧眼的 然后有歹族跳 汉族跳 瓦族那个 因为瓦族 他们那个 太明显 就是那个甩头舞嘛 一看就是瓦族的 然后 他们就是很和谐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能云南这边的 少数民族 就大家没有太明显的 那种说 他者和我自己 这边的这个分别 还挺好的 我想讲的 第二个事情是 就是很多人 对歹族 歹寨子的那种 刻板印象 就是小猪楼啊 吊脚楼啊 茅草屋顶啊 这种对吧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那个景洪城外 有一个村子 好像叫城光村 还是什么的 还是这个样子 是很多那种 摄影老法师的最爱 他们特别爱 在那种大清早上 扛着长枪短炮 去拍那个 城光中的那个村子 就是有点那种雾啊 有点吹烟啊 就拍出来 确实很美 然后后来 好像是差不多 10年前后的 突然某一年 然后那个村子 就是大家重新改造了 他们就都盖成了 小别墅 然后甚至有差一点 那么就做成了 铁皮屋顶 然后还做了太阳能 然后就有很多那种 去摄影的摄影爱好者 就抱怨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我 那个时候可能 我还在念书 但是就是可能 嘴巴没有现在那么厉害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很不舒服 就凭什么 人家要为了你拍这一张 照片好不好看 人家就不能洗热水澡 人家就活该去住 那种楼下养猪 上面住人的房子 对 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 就是你好像去看一个 景观的态度 去审视别人的生活 就是少数民族 他当然有享受 更好生活的权利 不管他是少数民族也好 还是就是平常你们觉得 农村里面的田园 木戈什么也好 他们当然应该要 过更好的生活 没错 对 我在我这次不是说 耿马没有那么商业化吗 但是我的出发点 并不是说 我希望他更符合 我的刻板印象 就是我觉得他们有追求 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 就是生活更便利的话 当然更开心 为什么要为我的照片 我想看的东西服务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并且是非常傲慢的 对 可以可以 那你这次你觉得就是像 版纳或者是 就是网上流传的那些 就是泼水节特别那种 就针对女生的那种 我有遇到说 你有遇到吗 我在耿马也有遇到 就是当时我在一个小 我是当时他那边最大的 泼水广场就是甘东公园那边 我实在是被泼的受不了了 然后我当时也在网上认识 一个网友 我们两个女生 就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活靶子 那他直接被架起来 架到马路中间上那种泼 然后我是被泼散了 我们两个就是最后 各自回的酒店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跑到旁边的 一个小公园里躲着 然后我有遇到一个阿姨 他们一起在拍照 我就用我那个小刺水枪 稍微刺他一下 我那个意思就是祝福的意思 然后那个阿姨 说再来一点 谢谢你的祝福 然后就是非常友善的态度 就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倒不用特意去区分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我觉得只用性别 稍微做一下区别就好了 然后我在路上有遇到那种 专门对着我的胸和屁股来泼的 然后有人一盆水 是故意浇到我的胸上的 你是能感觉出来 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 确实要成群结队 有的人说女生不能 就是女生最好里面有个男的 我觉得不用 女生多几个是一样的效果 对 然后我后面就是反击 你泼我我必须要泼回去 哪怕我只 你身上只有我水箱里 一滴水我要泼回去 对 我发现这个事情就是 他不分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因为有一些本地的 就是我发现 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的 年轻的男性 我这个针对性就是那么强了 就是这么强了 我就是要 对 指明地说出来 对 肯定是有的 是有的 就是我也 我倒是这次没有遇到那种 专门往你胸和屁股上 撕的 但是 我有遇到过那种 就是好多个男的 就是你一路过 就来围殴女生的那种 对的 就是会 你会最后泼到生气 就本来我是来过住 过来去庆祝的 就是我觉得 你要讲求一个公平 有的人会说 你过来这边 你在这个泼水那一天 在外面走 那就意味着你 默认你去接受这个泼水 那我就想问一下 怎么男的就不配接受祝福吗 只有年轻女性的胸和屁股 可以接受这份祝福吗 是的 然后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他们有一些 就是文化的东西 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传承下来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些 关于节庆的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没有 就是说是pass到这些 对人的身上 对对对 就是对这些 就是哪怕他是本地人 哪怕他是当地的民族 可能他也就是说是 就单纯的把这个泼水节 当成了一场狂欢 一场打水仗 对 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传统的 就文化庆祝的 这样的一个庆典 是的 而且我发现 还有一个规律 就是越往就是比较大 比较城镇化的地方走 然后他们玩的 玩的很过分的 这种概率就越大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 我感觉到 就是其实你相反去 比较就是越到那种 更偏一点的 小寨子里 其实大家不会那么过分 寨子里不会的 因为寨子里 我觉得首先 他有一个怎么讲 他有一个 因为大家都是相识的 如果你做太过分的 并且他们 都是脱家带狗去的 你不好意思 对你兄弟的 媳妇上下其手 他会败坏名声 他们会很考虑这个事情 他们就是 会从你背后这样 就是给你把衣服 稍微的掀起一点 然后灌进去 然后对你说极限话 对 所以其实 我知道今年泼水节 在网上是特别特别火的 有很多人的这种 就是对他的看法 或者是观念 是两极分化 一方面是 他们可能看了 比较多忙适合景红的 那些觉得好脏 就是就 对 是的是的 围欧女生 对 然后另一边的话 就可能大家感受到的是 那种很欢乐的气氛 就明年很想来 但说实话 我自己个人 我是会觉得有点 一方面我会很 就是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说是云南 可以借油泼水节 这个东西 就是它 就是大火特火 是的 我也希望 我明年也打算 再过去跟他们 一起去过 然后也打算说 带点东西过去 因为真的是 不能一纸白纸白喝 对 第一年不知道 这个很正常 第二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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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就 今年其实我整体 泼水节过下来 我的感觉是挺好的 我非常开心 就是我 我本来就是 对它就没有什么期待 所有的东西就是 泼下水就结束了 然后我竟然体 在寨子里也过了 在县城里也过了 在镇里也过了 就是很幸运 能体验到 这么一套完整的流程 所以我很想 把我经历到的这些东西 让大家知道 就泼水节不单纯 是一个泼水的 这么一个动作 它是一种文化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 你希望云南 借由这个泼水节能活起来 我也非常希望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个活动 能给外地人带去欢乐 能改善本地人生活的话 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对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 就它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欢乐 对 我觉得它真的就是 中国式的狂欢节 我在 我在那个寨子 我在那个景信村过节的 就是12号那天 我晚上回去发现 我都脸很僵 就是我一直在笑 就是我看到他们跳舞 我就是和他们一起开心 你会看到那些年纪很大的 他们大概可能有70岁 80岁了 他们每一个舞 就是那个舞步 做得很标准 就是他们不会觉得累 就是要参与 然后我 你这份快乐 是能传递给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能有更多的人 能体验到这份快乐 就好了 但是我就是也希望说 是去 需要去珍惜这份快乐 就是你不能说 我单纯就是为了打卡拍照来的 当然我也很理解这些人 因为有的地方 我们可能这一辈子就去一次 就哪怕是打卡 打卡拍照的东西 也可能就是对你来说 也是很珍贵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到这些地方 你是以一个打卡拍照为旅行目的的人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先稍微放一下 先去放下你的相机 先去用你的眼睛去真实的观察一下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穿的衣服 他们背的包包 他们的头饰 就我觉得这一份回忆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珍贵 因为我本来来昆明其实是在上海待一时间太久 就是没有春天 我去年也没有春天 今年我就想在我去另一个国家生活之前 我想就是带一份春天走 因为我要去生活的那个国家 它即将要步入冬天 然后我没想到就在 耿马和梦定又带了一份夏天走 就是 他给我的是远远超过泼水节的东西的 对 我交到了 我真的交到了朋友 然后 我体验到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 吃到了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吃那些酸酸辣辣的 还有是一种烤巴巴 然后 牛撒撇 包烧鱼 这些就是每一个东西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珍贵 对 我就是有一次我甚至看人家跳舞 再偷偷抹泪 就是 就是觉得 啊 太幸福了 真的太幸福了 就是幸福的就是像掉眼泪那种 我这次回来之后 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觉得你看 我说你看人家逮族人过年 嗯 就是特别热闹 就是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对对对 就是整个大街上都是那种很快乐的气氛 是的 如果你看汉族人过年 就是大街上就是很冷清 对 然后见到关门庇护 我说我宣布 我又不过你们汉族人的年了 我要去加入宰族人的年 汉族人的年现在更去向于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 然后他们的话可能是寨子啊 或者是村落这些 他们会更 不是那么区分你家我家 嗯 然后他们会跟寺庙的联系非常紧密 对我不知道你这次去那些小城佛教的那个寺庙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跟那种大城佛教 就平常我们在 嗯 那路就是上海啊 包括你在静安玉佛寺 看见一些寺庙的感觉 嗯 这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小城 我那天在 刚到孟廉的那天 嗯 晚上我自己骑了个电动车出去 然后孟廉的话 它是大概有两个比较大的佛寺 一个叫中城佛寺 一个叫上城佛寺 嗯 我就骑到中城佛寺门口 就往里面走 也没有人 嗯 然后周边就是一些人家 然后他们在做饭 然后就听见过碗瓢盆的声音 嗯 然后你进去之后 那个庙里面就很安静 然后就是他就有 只有一个独立的 像大殿一样的 嗯 那个殿里面就是 他们的那些 相关的那些礼仪用品啊 嗯 那些摆放的也很随意 对 就是完全你看不出来 像那种大乘佛教 或者赞传佛教的那种寺庙里面 他有一个 庄严肃穆的那种 他没有一个很规定的说 哪个东西必须摆在哪 然后他有一个规章制度 对 没有 在那个里面什么 就大概 棚啊 扫把啊 归那归那 行了行了 就这样 对对对 就有一种很随性的感觉 我是 我这次 我能叫得出名字来的免四 我去了有三个 一个是 耿马的总佛寺 就是在那边我看到了 堆沙 采花玉佛 然后他那个 总佛寺的意思就是 是他 歹族生活的村寨里 如果歹族人 占比较多的话 他们一定是会有一个 小小的免四的 大家去节日什么的 去庆祝啊 或者是祭奠这些 然后总佛寺就相当于是 这些小佛寺的头头 然后我在耿马 见到了这样一个总佛寺 它里面装修的非常 华丽 不能叫华丽 就是大 大 然后我在洞井佛寺 梦定见了两个 梦定那个洞井佛寺 洞井佛寺 它就是因为埋了那个 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而闻名的 对 它有一塔一寺 但我当时去的时候 那个塔 它是锁起来的 而那个寺 感觉维护的 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 它名气非常大 所以我以为 它会 就是会维护的非常好 花花草草什么的 就觉得 也一般 然后后面 就那个司机叔叔说 我一定要带你去夏城 然后他带我去了 夏城的那个大佛寺 这个佛寺是我人生 活到目前为止 见到最和蔼可亲的 一座寺庙 就是 我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用可爱 来形容一座寺庙 就你进去会见到 那种躺着的一个卧佛 那个卧佛 你看他脚支架 那个支架油是粉红色的 然后他那个大殿门口 有两个大象的雕塑 那个大象眼睫毛 画得比金卡戴神还夸张 然后是绿色的眼影 然后也是涂了 粉红色的角质 就是那个橡角 是粉红色的 然后那个门口 还有那种像 丘比特一样 指着的那种 那个小的那种小佛像 然后还有水里的 那种释迦摩尼像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像火烈 对我不知道他那个 就是你知道那种网红火烈鸟 大家用那种木 就是贴在自己房间里 那种增添氛围的 他那边有几座 火烈鸟的雕像 然后我想 啊这么现代吗 就是 对就是很随意 但是你又会觉得 不会觉得 哎你怎么在这 就觉得很合理 就在这座寺庙里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都是合理的 下城大佛寺 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去 真的 然后他那里面还 这是我去过的三个 能叫得上名字来的佛寺 然后后面那个 跳舞队的阿姨 她昨天 就用她的小电瓶车 带我去了 三个寨子里的那种 叫不出名字来的 小小小 小免寺 但是有一座是说 他们当地 非常迷信的一座 小免寺 就是如果 呃 他应该又承载着那种 消除大家疑虑的 那种心理医生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是 他既是心理医生 他又是医生 就是如果我们家小孩子 一直哭闹 治不好 就带他去那个寺庙里 给长老看 然后长老一本 很厚的那种黄黄的书 他会去查什么毛病 然后他说 就是很见效 就是你说他是封建迷信 也可以 但是 他就是见效 就大家就是会很去相信他 然后 呃 那座寺庙还有一个 就是他 下面有一个很 就架起来的 那个寺庙是架起来的 有点像他那个 他们那个主筒楼 然后他下面是中空的 有一座 瓷砖都相好 是吊脚楼的那种 嗯 对 但是他就 有一层那种台阶 一层台阶 然后就是说 他说 呃 逮族人到了50岁之后 他们就开始不杀生了 就鸡蛋这种 他都 不自己去做 就让别人帮他磕掉 嗯 然后 说寨自林 每 每个 时间他会规定 你到了50岁以上的人 去这个地方睡一觉 晚上再回来 嗯 对 他会 他会成 其实他承载着 我发现免四承载着 非常多重要的功能 然后又像你说的 他不像我们 中原佛寺 那么严 庄严 他更多的像一个 他其实有点 有一部分承担着 生活场所的职能 因为 有很多那种 年纪大的叔叔 他们就坐在那个 菩提树下 抽烟聊天 然后 你看旁边 都是他们的摩托车 对 就是很多时候 他们这些寺 他其实更多 我觉得他会有一点 community 就是那种社区中心的感觉 对的 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 他有的免四的话 他可能会把那种 因为他是大家集资建的 他会把大家捐的 那个钱给挂出来 然后我在那个 西蒙的一个 就是佛寺 那个叫 蒙梭 蒙梭大佛 总佛寺 他就会挂出来 就是比方说 这一根柱子 是哪个哪个寨子 几村几组的人建的 然后把大家名字写上去 花了多少钱 就大概一根柱子 一万多块钱 这根柱子上 又是谁谁谁建的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里里外外的柱子都有 然后除了你捐柱子之外 可能你还能捐 其他的东西 然后他就会在那个 那个寺里面 他就会有那种 长长的那种 井蔓挂下来 把你的名字写上去 就是有一种 就是参与感 这个东西 也是大家一起 投钱建出来的 就是 就是怎么讲的 就一个生活方式吧 而且像梦定那边的话 梦定是偏歹族的区域了 但他上面林苍 林苍的话是有瓦族 其实也很好玩 然后今年5月1号左右的时候 他们林苍苍原那边 他们瓦族会过摸你黑 他们就是那个 酒店前的阿姨也说 还有那个 在舞蹈队认识那个阿姨也说 你就不能再多留几天吗 五一过摸你黑 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我说阿姨 我实在不能再改签了 我这个改签费已经 我都可以买一个公务仓了 阿姨 说实话就是 差不多就是四五月份啊 这种你来云南 对 你就会发现 这边这个节日啊 你只要不赶着回去上班 或者是工作 你可以在这里连续不停的过节 没错真的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 这个就是四月到五月 四月中旬到五月初 这个时间过来 然后如果你就 比如说像我这样 认识了那个舞蹈队阿姨 他们会去寨子里 也是这个季节 他们会去做感摆 对 因为感摆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感激 因为感激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商贸活动 没错 但是感摆里面 就是它综合了表演 对 宗教 对 祭祀 然后还有这种community 社区之间的交流 是的 以及这个商贸 对 如果可能他们还会要节庆 庆祝点什么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东西 对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就说是 我们是在用一种很外部的眼光 去理解它 一定要给它加一个定义 但是可能对他们当地人来说 它觉得 就是它一个词就能涵盖所有了 我觉得也有时候就不用翻译了 就去感受就好了 对 是的 就是 我这次最重要的体验 就像扯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先看到 然后你如果能归类的话 去归类 归不了类的话 那就 不归类也蛮好的 对 我说我大概拍了800个宝宝 顺便说一句 那个帖子我应该是在那天 就12号我就放到小红书上面 我竟然有500多个赞 就是你能看到 其实我们外部的年轻人 对这种传统文化 也是非常有兴趣 对他们的民族服饰 对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大家需要一个去接触 它的一个入口 还有很多人 他们会觉得说 很羡慕云南或怎么样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你也不需要去定义 就是你就来了 你去感受 来了就是云南人 没错 就像我这次 我去梦连 我是一个人去的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我那个包车的司机 还跟我说 你一个人玩嘛 你小心点 结果接下来 我在梦连就没有一分钟 是我自己一个人待着 对 就我当天晚上 我只是想出去 骑着车去买一个盆 以应对我第二天的泼水 结果我在超市门口 就被我一群 从大理过来的朋友 给遇到了 然后他们过去 梦连是去找那个 YSCC云南精品咖啡的人去 然后结果呢 那群云南精品咖啡的人 他们认识我 之前的前同事 他现在是在板纳搞咖啡的 然后我就跟着他们 上了山去烤火 然后烤着烤着火 发现我从昆明过去的 另外一群朋友 又住在他们那里 所以你那天晚上 是出去干什么来着 买盆 但是我又没有买到盆 然后我第二天就 手无寸铁的 就上了战场 就被干得很惨 然后第二天晚上 又跟着我 就是那个普尔 那个朋友黄熙熙 去他的拉护族朋友家 去吃饭 然后就是又 就是又吃又喝的 然后结果到第三天 我要去蒙马的时候 我有一个昆明的网友 他是在昆明上班的 他看了我的这些 他真的是一个 行动力很强的女生 当机立断 买了个高铁人就下去了 然后他还问我说 第二天扑不扑 要扑的话一起扑 我说我第二天去蒙马 你要不要跟我几句 他说好 好 我包了个车 然后第二天早上 到他酒店街上 他们就去了 然后就整个的过程都 然后我到16号早上 去烂仓的时候 是我头天晚上 吃饭的时候 遇上的两个女生 然后他们刚好 也跟我是同一班飞机 从烂仓井脉机场回昆明 然后我说那个16号早上 烂仓有一个街 就赶街赶集 我说特别精彩 你们要不要去 他们说哎呀 我们都不知道 我说那我们就包个车 早点出发 就一路都在捡人和被捡 他们就是一个能量场 就把你吸进去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他们这边 好像没有挨人 全是艺人 我感觉也是就是 我当时到了那个 就舞蹈队 我有帮他们拍点照片 然后那些阿姨们 很喜欢抖音这些东西 拍照片啥的 我就把照片传给他们 他们就一群人围过来 啊你是从上海过来的 我说啊对 你自己过来的 我说对 然后他们就回头 用那种方言 去跟旁边人说 哎他是从上海过来的 他自己一个人哦 他好厉害哦 就是他是用那种方言说的 但是这种 我还是能听懂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阿姨啊 别说了吧 就这样会显得我很奇怪 不会显得我很奇怪吗 阿姨 我从那个 我从耿马过完 16号过完泼水节之后 然后17号 我打算 因为17号晚上 我是9点半的航班 从苍原飞昆明 我想我还有一天时间 我必须要回到梦境去一天 就就是吃 吃一下那个芭蕉叶米线 就是太好吃了 必须吃到 下次再吃到 就是下次了 下次谁吃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回去 正要回去 就叫到那个网约车 然后那个 那个舞蹈队的阿姨 给我发微信 我说你今天 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能不能晚点走啊 我那个 这边有一个 下午晚上4点多 有寨子 要逮到寨子里去吃请 你要是能在就好了 我说阿姨 哪里 你位置发过来 立马改签 然后就过去了 过去了就是 就很自然的就融入了 然后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大家不会把你当陌生人 我其实有 有一点 我觉得你可能 你说话的口音 没那么明显 因为我只能说普通话 我的云南方言 就还没修炼到那种程度 我就普通话太明显了 大家街上 你买东西什么的 问钱 全是用普通话 对吧 他们会好奇就是 你过来干嘛的呀 对对对对 他们其实就是说 我的意思其实最终想表达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 来到这种比较边远的 小镇小城里面 大家用那种异样的眼光 打量你的话 他们其实是好奇 他们是没有恶意的 对 我觉得其实人是能感受的 出来一个人 就是打量你 他是善意 还是带着好奇 还是说带着那种恶意 这个其实是完全能够 感受的出来的 就像我们两个刚刚讲 就是你在城市习惯的 那一套生活经验 在这种地方完全不管用 对 就包括人和人间的人际 交往在这个地方 你也是就是 你可能我们去需要 去学习一些新的 他们讲话非常直接 直接就是直接到 有时候让你 他那个会觉得 你干嘛对我发火 就是说那个说话 声音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会有时候会 带着他们的方言用词 方言 然后为了照顾我 会说普通话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 比较奇怪的那种语调 就是有时候我感觉 阿姨别吼了 我害怕 但其实我知道他们就是 就是善意的 对 而且有时候他可能有的词 他用普通话讲 他词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 他着急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我们两个昨天晚上 是有聊到过 说那个 你说那个你的包车司机 说他以前会拉人去边境 还是怎么 对是这样的 我的这个司机 他有讲到就是说 你知道吗 我在梦定的时候 我有拉过偷渡的人 我说 我首先就非常惊讶 我说你怎么能分辨出 他们是偷渡的呢 他说一看就和外面的人不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会在车上说 输了几十万几十万 这种他说 我一听我就知道 他们是偷渡 但是他后面说 我说他说 我管你是不是偷渡的 反正我又不知道 你是不是 他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 玩儿轻 对的 他就是赚钱 对我昨天跟你讲的一点 就是我之前在板纳那边 反正你包车嘛 你包一个稍微长途点的车 反正路上司机多多少少 都会跟你来聊一下天 我就感觉只要在这一片啊 这个 颠南颠西南的这一片 你只要往边境的地区 包一点车 几乎每一个司机 都会跟你分享 他在疫情之前 拉人偷渡的经历 缅甸跟我们靠着这边 他有很多赌场 然后那边好像是一个特区 国感 他是不受那个缅甸中央政府管控的 但是呢 过去的话 就是说云南边境上的这些人呢 他们户口是在边境这几个县的 他们过去很方便 是可以拿边名证 但是呢 比方说你是安徽户口 或者是你是个北京户口的人 你要过去 你就过不去 因为你拿不了边名证 因为云南这边 他跟边境这些东南亚国家 这个边境线 就是非常的漫长 非常的蜿蜒 很多都是在那种深山老林里面 对的 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 可能像什么 有很清晰的那种界限 对 不是说像我们跟朝鲜那种 一条鸭路江 如果有个港哨 如果你站在上面 你全部都能看 看不见的 就在深山老林里面 还有地方 它根本就不是个口岸 它就是深山老林 当地人那种村子里面的人才知道 是的 就是你可能 哪怕你是那种边防的哨兵 你都未必会知道 没错 所以当时为了抓那个 就是这些偷渡的这些事情 我记得疫情期间 起码到22年 截止到22年 云南边境上 包括林仓在内 林仓是个县 林仓市 包括林仓在内的 很多就是编制内的 都不只是党员了 只要你是编制内的 他们是呈一年两年的 没有这些公务员 他们是没有那个双修的 就全部搞到边境 村子里面去守着 就是他们就可能 比方说你是一个科 或者一个单位 什么的 就固定 蹲住这个点 这个村如果最近有那个人进来 你们就完了 然后那真是你想 这些人你们下去 你也不知道到村子里面 你摸不清 你摸不清 就是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来 然后后来他们就发动村民 发动村民去抓 因为村民是知道 哪些地方可以进来的 告诉村民抓住一个是 3000还是多少 反正是有这个现金上的奖励 哇 村民积极性可高了 我跟你讲 然后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疫情嘛 然后可能他们就是 耕种这方面 就是也不是很繁忙 对因为3000块对他们来说 应该是不少的一笔收入 对 然后他们就拖家带口 搬着麻将桌 牵着狗 拉着鸡就去了 就守在那些 就是那些人会钻出来的地方 然后说有一个人 一晚上 那天晚上 那个人一晚上抓住了六个 一万八 哇 就是在整条那个村子的线上 传为家话 大家积极性 一下子都提高了 就是发动村民这个 一下子就是把这个 边境的这个偷渡的 就空下来了 缅甸那边就像你说的 它是国感特区 它是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的 然后他们情况非常复杂 我那个在舞蹈队认识 那个阿姨 他哥哥在一个村子里 那个村子离缅甸很近 缅甸前两年不是打仗 打得很凶吗 然后 但是他们又不能进来 进来那就 你进不来 你根本就进不来 然后对 他们就在那种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那种路啊 这不是我们说那种马路 就是那个小野路 缅甸人在那边 然后我们中国的村民 会去给他们送饭送水送药 红十字会也会在那边 就是中国的有一些国内的那种民间 救助团体也会过去 对 所以其实他们的联系还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可能也没有说 可能最大的还是说国籍上的差别 但生活的话 生活习性都非常相近 而且很多时候 因为其实缅甸靠着我们这边的话 大家就是语言 其实也是通的 就是我在那种 甚至之前人民币他们也是用的 就在那种农贸商场 还有那种中缅街 就有看到那些很多缅甸人在做生意 他们的当地话说的比我好多了 因为我都不会说 他们是可以和当地人无障碍沟通的 有没有可能 就是他们本来母语就是当地话 是有这个可能的 也有可能 但是我真的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有一个 也是这次来认识的朋友 就蒙字那个朋友 他今年要去青迈交流一段 交流一年 他学校签了一种协议 他说其实和我们和 我们云南和青迈的联系 更加紧密一些 不是曼谷 对 因为其实在泰国的话 他们不是泰国是一个长条型的国家吗 它下面部分泰南 其实以前是叫苏可泰王国 然后其实上半部分北部 就是青迈这边叫兰娜 然后就兰娜这边 其实跟西双版纳是就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然后你知道我们刚刚聊到 那个耿马的那些 就是他们的MV 然后他们同时也上传了 那个油管 我昨天晚上在油管上看的时候 好像是耿马的某一支MV 下面有一个泰国人留了言 那个泰国人留言说 As a Thai I can't understand this 就是他作为泰国人 他完全能够理解 就是那个格马 那个MV上面讲的那些歹文 唱的那些歌 完全能理解 所以我对 所以我刚才就很好奇 想问你说 如果说就是 歹族人 就讲哒语的人 去了泰国 他是不是 百分之七十八十 他是可以理解沟通的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因为我特别记得 我12年的 还是10年的 我带我外婆去那个清迈 然后他在清迈的 也是一个那种免四里面 我们就遇到了 一个立宿族的小和尚 然后那个人的爸爸 也是从云南这边过去的 然后我外婆就 瞬间他的歹语的记忆 就被唤醒了 然后他就开始 跟那个小和尚 他们就是什么 就是数的数字 一二三四 就都对得上 然后叫的爸爸妈妈 什么你好再见 就全都对上了 天哪 就震惊 然后包括就像 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在油管上 看的那个人说 他作为一个泰国人 他能看得懂 跟骂那个MV 我觉得这些是 很神奇的 对 因为他很奇妙 就是我们一个 国家下面的 一个省的一个地州 然后和国外的一个国家 它是相通 有一部分是相通 这一点很奇妙 因为其实就是 国境线啊 国家概念 其实也就是 二十世纪才会有的东西 在此之前 真的我们这边 不会觉得说 我是去国外生活了 我真的就觉得 跟我们没有区别嘛 不就是山那边的 另外一个寨子呀 他们真的是这样觉得 他们就是民 就是地区之间的交融 其实是比国家的这种 划分出现的要早一些 对 就你比方说 你站在北京和上海来看 你会觉得就是 我们说到的 孟定啊 这些地方 孟廉这些地方 是非常偏远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站在青迈 站在曼谷 站在就是整个东南亚 站在曼德勒 这些地方去看 你会觉得 很繁华的 对 你会觉得他们 非常的忠心 你不要小瞧哦 人家孟定叫做什么 叫做小香港 我跟你讲 边境上每一个城市 都有过小香港 小巴黎 都有过小香港的 这个称呼 我外婆也跟我说 某海叫小香港 所以到底有多少小香港 咱也说不清 对杀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一下 你 我在那个孟廉那边 是没有看到 所以我很想知道 对杀他们就怎么样 一个过程 对杀我是在 14号那天看到的 14号早上 是在总佛寺里面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正在堆杀 堆杀我看到的不是 本地居民在堆 是那些僧侣和长老在堆 他们是有一棵树 让那边立在那边 然后用那个沙子 给它固定住 它那个沙子是分三层 就是第一层先打好地基 把它拍平 然后第二层再来一下 但第二层的话 会比第一层小 它会流出一些空余来 然后在第三层这样 把它堆 把沙子堆好 它那个寓意 我查了一下 就是说把过去一年 发生的不好的东西 都埋葬起来 然后把那个采的那种赏剑花 就是蒙 太语叫墨果帅 我们一座赏剑花 就是一种那种叶子长长的 然后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它一开就基本上 意味着泼水节要开始了 然后它会把 在外面采回来的那个花 堆到那个沙上 对 就是大概 就是那种祈福的意思吧 对 因为我是看到它 说它本来要回昆明了 然后但它又突然听说 它那边有一个叫 诺干的寨子里面 在堆沙 然后就它专门去看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仪式 对 耿马我觉得它应该 因为是一个县城 所以它寨子里 可能举行这些仪式的话 不成规模 它所以所有的东西 像彩沙堆花这些 全在它的总佛寺里举行 包括它那个彩花 其实一般上会 一般大家会去 逮传统的会去上山彩花 但是这次我看他们 我是跟了一路 看到它那个 其实就是在一个街口上 他们有一个非常 我感觉五个人都抱不过来 那个上间花的 那个树很高 应该是前一天 就已经把它全部打下了 就是用那种割下来 已经摆在下面摆好了 大家去拿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说去上山上 然后回到寺庙里 把它插上就 还有那种 翻 我不知道它那个学名叫什么 就五颜六色的翻证 我知道了 就是有点像赞传佛教 那个经翻的那种 对 但是是塑料材质的 我看到的是塑料材质的 还有就是也有那种布的 就它有很多不同的 它都插在那个上面 然后第二天 我再去看的时候 就全部清掉了 我发现就是它有一些仪式 它到了现在的话 它还是会跟现代生活方式 做一些就是调节和改变 对的 很灵活 包括你想像那个 他们当地到了三岁的小孩 会送到寺庙里面去 一个星期 这个其实已经是 调整过后的时间了 对 我小时候听那个 百纳的亲戚说 他们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是要进去一年的 然后时间会更长一点 对 因为三岁的小孩子 我听当地人说就是 爸爸是可以陪的 因为他们不行 自己生活 基础的生活能力都没有 所以他父亲 他的父亲会陪他在那里 一周修行 对 而且在以前 就是像古时候的时候 这些小孩他们进去 可能时间就更长 就不是一年了 对 是很多年 其实那个时候寺庙 还对他们起到了一个 教育的一个作用 他在里面学会了 怎么读书识字 然后他这个 就他之后才会拥有一些 就是说是文化方面的 这个能力 而且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有很多人 他们现在是不会说诞语 但其实我跟娘 在刚解放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会说汉语 我外婆在斯毛 见的那个奶奶 那个奶奶家就是 她原来在蒙海嘛 她是汉族 但是呢 他们当时就是 大家一直都住在一起嘛 汉族 歹族 大家都住在一起 那个奶奶 她是解放后 她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种教员 她就是学了歹话 她被送到那个 云南民族学院这边 来学了那个歹语 然后又把她 派回这个蒙海 这边歹族生活的区域 去教这些歹族人 怎么说汉语 对 然后还有我的印象 特别是 我好几年前 去西双版纳 我在他们的寨子里面 我看到路边树 这一块牌子说 某某某双语幼儿园 我当时可震惊了 好高级 我说这里有双语幼儿园 后来发现 他们的双语 是歹语和汉语 对 对 我觉得这个 歹语 还是要大家说下去 对 很好听 我可爱说 就听他们说 就是听不懂 然后他们的那个 歹文 真的很像那个 橡胶踩出来的 那个脚印 很可爱 哦天呐 你这个脸乡好可爱 好浪漫啊 很可爱 因为我发现 他们跟大象的紧密度 比我想象的 还有高很多 包括他们 比如说 就是泼水节期间 要吃的那些传统食物 大象耳朵 就是那种炸的 像米制品 然后还有就是 橡胶骨 还有白橡舞 还包括他们的歹文 写出来像 像橡胶踩出来的脚印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大象在他们的文化中 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 吉祥物的角色 而且大象跟他们的 日常生活非常紧密 像藏族 他们对于神山的态度就是 呃 远距离观察 我尊重 然后很神圣 但是 我觉得这边 对歹 对和像的这个一个连接的话 它其实是更紧密的 就比如说 像他的那个 呃 日常生活中 他其实之前 都会用像去当做运输工具 然后还有在地里 耕东西 或者是交通工具 他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紧密 连接在一起的 而不是一个 远远观察的 双方都是 在 在对方 就是有很紧密的交流 对 像 像雪山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会畏惧 对 因为像 我那次 我 我是 嗯 好像也是20年 在 在雨崩徒步的时候 看到那个卡瓦格伯 然后就 今年 去年有 有就是 偶然的机会 读了那个 日本的那个作家 就是17个 埋葬在 对他那个书 还有郭靖 一个叫做郭靖的作者 他写的 登山雾语 还有就是 呃 有一个叫做白马雪山 就是这三本书 就看了对那边的山 就会有一些 了解 就觉得 哦 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能轻易接近 要去尊重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两者的 呃 都是对自然的尊重 但是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因为就是不同的这种 气候 物产 是的 是的 完全孕育出来了 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还有民族性格 嗯 明年再来 对 所以就是 我也希望就是 借助网络的力量啊 或者是这些播客什么的 就希望大家知道云南有泼水节 然后不光是板纳 还有盲室 还有像 扯老师去的 蒙莲 我去的耿马 蒙定 这些边境城市 只要是歹族人相对多的地方 它都会有一些 就是这种 比较大规模的泼水活动 就是 它不光是有泼水 它还有传统文化的弘扬 就 它是参与度很高的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 像你伸手在 邀请你一起去参与这份 这个文化活动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大家 就可以行动起来 不要在网上可能就转发一下 啊 我明年一定要去 你们最好是真的给我过来 是 好 那我们就明年再战 明年再战 然后邀请大家去 耿马或者是梦定 因为梦定那边 我是有认识的当地人了 现在就是有本地人给我撑腰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大家可以一起玩 然后带着扯老师带团 然后五六个六七个这种 大家一起玩起来 然后去寨子里 对 然后我在这里安利一下梦莲 就是梦莲它是咖啡很重要的一个产区 然后它产的很多 梦莲那边一个是有咖啡 另一个它是牛油果之香 就是中国的很大一部分的 就是国产的牛油果 都是梦莲产的 我就是去梦莲那边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交通不方便 但如果自驾的话就会很开心 但如果不自驾的话没关系 我们前半部分也分享过了 你只要长这一张嘴 你总是有办法去的 然后去到那边的话 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泼水 然后看当地的一些文化活动之外 就是还有刚刚我讲的这个 就他们的一些牛油果啊 咖啡庄园 这你其实都是可以体验的 梦莲是不是也有很多好吃的 好吃那一片全都好吃 是的 我发现带梦的都不错 就是梦莲梦定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梦是哪里 我他们还有 我记不太清楚 我实在是太多地方 我发现就是他们这种 歹族地区的 就是地方的取名 好像是有一个规律 就是一个是梦开头 梦莲梦定 或者是蒙 蒙轮 蒙马 蒙海 蒙检 然后还有一个是井开头 井谷 井信 井红 井东 井脉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点什么 讲法 或者是规律在里面 对有可能他们的 歹族发言领兵员有什么 然后我们音译过来的 对希望大家就是以一个 开放的姿态去拥抱泼水节 他不要被网上的一些 负面消息影响 要有自己的判断 然后去的话 就是大家去享受 对很好的 好 谢谢大家 泼水节快乐 泼水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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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